大家对于钢琴王子朗朗的印象一直是低调不张扬 他日常出行常开的代步车也是灰腾这样以低调著称的骑车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爱豪车 他的豪车反而让许多特别爱收藏车的人羡慕不离 因为那是布加迪专门为他定制的 这辆车的价格也十分惊人 售价能够达到2800万 换算成房价的话 这辆车可以在北京市市中心买一套150平的房子 但这并不是这辆车最可贵的地方 他的特殊之处主要在于一切为了朗朗定制的 是他的专属作驾 入眼看到的就是车身整体黑白相间的颜色搭配 灵感自然是来自于他日常演奏的钢琴 内饰的风格想必大家也已经猜到 也是主打黑白搭色 但特别之处在于车里还有朗朗的签名和这辆车的名字 拉梅森普桑 还有方向盘上的一笔车标专门设计成金色 象征着钢琴下的金色踏板 一切都与朗朗相对应 既然是为了朗朗专门定制的 那么与钢琴同样美妙的声音自然也不能少 车子上这个声音自然来自于他的16缸发动机 这也保证了他在速度上的优势 百公里加速只需要2.6秒 提速至200千美每小时只需要7.1秒 最高速度甚至能达到410千美每小时 足以让人惊叹 当然如此契合他个人形象的设计 也让人看到了布加迪对朗的用心 朗朗在提车的时候自然对布加迪表示的感谢 也真诚地表达了自己一直以来对这个品牌的欣赏 希望能从这辆车中获得更多的音乐灵感 不过这辆车真的太过招摇 所以平常比较低调的朗朗也不会经常开他出门 而是更多的选择灰腾 但不管怎么说 能够让布加迪专门为他定制一辆车 也足以看得出朗朗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